忍住不苦 我養忍住不苦 往上天空不讓眼淚流出 你覺得台灣是傷心病嗎? 不會不會 因為台灣是我的第二個故鄉 螞蟻離婚王全人首富公 淚土不恨台灣是第二個故鄉 各位大家好 我是螞蟻 43歲的日籍女星佐藤螞蟻 近期正式和台塑集團長孫王全人 結束九年婚姻 出席活動不免被問到這一題 其實三四年前就有每個禮拜一次 有視訊電話 所以我們都有聯絡 那小孩也是有跟爸爸 有視訊聯絡一個禮拜一次 那你覺得台灣是傷心病嗎? 不會不會 因為台灣是我的第二個故鄉 由於日本社長也是單親家庭出身 所以很能體會媽媽的心情 讓螞蟻在現場忍不住 潸然淚下 忍住不哭 我要忍住不哭 望向天空 恐怖 讓眼淚流出 白頭看盡雲 談到日籍好友Makio 在7月也搭上禮婚列車 她驚訝到傻眼貓咪 是不是太快了 我還沒有安慰到她 但是我有跟她講說 生了Baby的時候有說恭喜她 我認識她的時候才17歲18歲 也不只是Makio 很多其他的藝人朋友 就以前一起上綜藝節目 那些朋友們都當了媽媽 或者是當爸爸 我看了他們的 就是SNS X照片的時候 我就覺得很開心 然後有互相有聯絡 你現在狀態保持得非常好 最大都很好奇你有追求者嗎 現在沒有時間 因為我晚上也不會去外面 因為我五六點吃晚餐 然後七點洗澡 八點半 跟小孩有時候一起睡覺 好像沒有時間認識新的朋友 去哪裡就可以認識朋友